该谁出牌了 来一个六 六 六 我知道我不要 地主的六 我不要 快点的一个不要 我不要我真的是 四个八 噗 老板你一个六你出四个八呀 那你没有 我总共能让他六出牌吧 你这也太大了吧 打牌要的就是这个气势 咱们山道人就这么打牌 怎么了 你要不要 我不要 飞机 你要不要 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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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了我不要 不是你怎么什么牌都不要呢 经理 那是我带你要 你都要请你要吧 我能给你一包 我真的是 好了我不要 你给我进来 来一个锅 炸弹 一个糕 我知道一个锅炸弹 我打牌子要有气势 给你学的 气势 要不要 不要下一个 一个气 不是 他开始出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七 你什么意思啊 王站里啊 你会不会打牌啊 我就这样的牌 我的牌就这样的 这是我的牌我就愿意这么打 我就一个气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一个锅 炸弹 尖二 不要我知道尖 我炸弹 这不是气势吗 我就是炸弹多 我就这么炸 要不要 要不要 我要不要 下一个 B7 你要不要 不是 你三个七你为什么要拆开出啊 我就是这样出 我打牌这样过瘾 我就愿意这样出 你要不要吧 要不要 我怎么能给你一包 我真是无语了 对啊 我又上一张牌了 你要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咋来 咋俩是一伙的 对啊 我知道咋俩是一伙的 这不是马上你是一张牌的吗 我说你走 翻倍 一个那儿 走吧 要不起 走 要不起 不是妈妈 你是个什么牌子 你要不起 一个没有你快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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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你还能再磨几会儿吗 你说让我等你十分路都一个小时了 我在车里 行行行行 现在就走 快走吧 我来电话了 我接个电话 快接 喂 我跟朋友在一起呢 谁你朋友 老闆别说话 去去去去 对对 晚上 行 晚上就他们几个人 没有别人 对对 你要去哪里 别说话 没人说话 没人说话 对就我自己 对对 我穿过那套西装 那套西装 那套西装挺帅吧 你晚上穿我给你买了西装 你要去哪里到底 不是你别说话 你怎么我不说话 你给谁打电话呢 喂 我跟你讲啊 我是个女朋友 我不是她朋友 不是 你记住我的声音 听见了没 不是你谁啊 老闆你个电话 你 你看 阿姨啊 啊 对对对 啊 是我 去去去 啊 就穿那个西装 那西装可好看了 我去不太好吧 我去不太好吧 行行行行 我和她准时到 准时到啊 阿姨 啊 好 拜拜 小马 你站着扯了 你能不能别整我一天呢 小马 你干嘛 你干嘛去啊 老板 你怎么在这啊 我刚刚跟客户见完面 哦 你要去哪啊 哦我去那边 见个朋友去啊 见什么朋友要打白这么帅啊 我送你 不用老板 你就别去了 我我一会就 哎你什么朋友我不能见呢 不是老板 你不让我去我就扣你工资 行行那那你去别乱说话啊 我保持不乱说话上车 哎好 一会再来开电影去吧 我不想去 吃饭 哎呀 停个车真水 老板啊 不是她谁啊 哦她是我 她老板 你就是她说是美女老板 谢谢 真好看 小瓦啊 啊 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啊 啊 长得挺漂亮的嘛 啊 呃 你还是怎么认识的 哦 我俩是在高尔夫厂认识的 我觉得她人不错 所以这个 对对对 小瓦人挺好的 哈哈哈 怎么了 你这样没睡好啊 哎呀对呀 你都不知道 他呀睡觉 踢被子磨牙呀 还打呼噜呢 真的是 他呀 对呀 不是老板你说什么了 不是啊 你听会 哎呀不是 哎你听我给你 不是 你解释了没有 你不能扎门 你又回头司再做 不是哎老板 你听我给你解释 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哈哈 莫悠悠 不是 你 你怎么这样叫我呀 哼 你还有多少事埋着我 你说 我有什么事情埋你了小妈 不想承认是不是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生子了 结婚生子 都有孩子了吧 我哪有孩子 什么乱七八糟 你在说什么 明星片 都寄到公司来了 悠悠妈妈 谁呀 这是一场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 误会 让我读出来是不是 悠悠妈妈 提前祝你五一快乐 行行行行行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吧 行行行 不是你听我解释 哎 小马还生气呢 看我 干什么 你就不听我解释一下呀 有什么好解释的 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我做了很多年工业 你知道吧 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资助的贫困孩子之一 好 从小跟奶奶住在大山里 没有爸爸妈妈 这样啊 所以他从小时候会说话 就叫我悠悠妈妈 是吗 还不进呢 我给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 真的是 去 喂 嬷嬷 喂 嬷嬷 喂 嬷嬷嬷嬷 对 我今年给你去喝卡丽收到了吗 我今年又拿到小薰金了 哎呀 嬷嬷可真棒 先祝你五一快乐 提前也祝你五一快乐 啊 对了 有个叔叔啊 他要跟你说话 嬷嬷你好呀 五一快乐呀 我真的 他 爱你 不是老板 只要我给你把他拿呀 哈哈哈 不是小马 你不会是不想认的 嗯 没有 我有点紧张 你有什么好紧张呢 你又不是第一次叫我爸 叔叔你好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 叔叔你好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 叔叔你好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 叔叔你好 我是你男朋友 一会儿 哈哈哈哈 你瞎说什么了他 啊 不不不不 不好意思叔叔 我是你女女朋友 小马 你和悠悠出什么有了 你们还帮我谈谈彩礼的事吗 嗯 爸 彩礼二十万 一分都不能上 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是不是多了呢 咱俩拿二十万多吗 我拿二十万呢 那你不拿谁拿呀 你自己闺女什么样 不清楚吗 又懒又缠 刁白任性了 又小马人能忍受得了 对不对 你把我嫁过去 你都不愧就吗 你不得补偿人家一下吗 二十万多吗 二十万多吗 这么说 可是不多 那不对了呀 哎 你俩在房子买了吗 房子准备了 位置挺好的 房子不是给你爸妈住的 你咋那么不孝顺 哈哈哈哈 那咋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爸 那个房子你看一下小马都买了 对不对 那说不然人态度是有的 但是你看呀 嗯 我将来结婚得有孩子吧 对不对 那你跟我妈过去看你大外孙子 嗯 清洁公子呢 多不方便啊 是不是 咱海边正好空空别墅 你跟我跟小马当回玩多好啊 将来你可以跟我妈 正大光明的去看你大外孙子 对不对 我出发我还得给你们看孩子啊 那当然了 那你大不了 不是 叔叔 爸 不是你干什么 你看叔叔都生气了 你我知道你为我考虑 那钱我可以慢慢攒 医生哪儿攒的呀 哎呀 你别和叔叔争了 知道吧 我有急需的 哪有急需 我怎么不知道 哎呀 那也不行 咱俩钱都不够花呢 这事你别玩了 看我的 爸 你看 就你闺女正二婶的 将来能带孩子吗 不能啊 不能啊 你所以说呀 你将来是想你的大外孙子 跟他爷奶奶亲呢 还是跟他老婆老爷亲呢 那肯定是跟我亲的 那这么得了呀 那将来我就跟你大外孙子说 他住的房子呀 是他老爷给的 对吧 嗯 嗯 他开了车的呀 也是他老爷给的 那你将来大外孙子 向前谁 那肯定向前他老爷 对不对 那行 房子我出了 嗯 我家还有屋车 这个 给上马了 啊 谢谢爸 谢谢 别过了啊 那那行 那我先走了啊爸 谢谢他老爷的啊 走吧走吧走吧 再病一类了啊 那你正好说的 那将来你大外孙子 那也不能怪你啊 是不是 是 走啦 小马 啊 回来了 爸你不会是要反悔吧 小马 不能怪要大孙子 男女都得要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愚賴 哈哈 不要再美好 在你落下 怎么能让人不牵挡 他也会变成